为祭神之义 汉末道教盛行之后逐渐演变成 森道社坛祭神的专有名词 其原始意义 主要在于祈求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可是 道教通俗信仰随着人汉人以肯台湾而被倒入于生根之后 由于受到敏俗传统信鬼上屋之风与开拓之际所遭遇毒物瘴气的影响 剑教的目的最巧妙地结合了其神仇恩和诗鬼祭魂而成为规模盛大的祭典 二 剑教的种类 教祭的种类繁多 台湾常见的景祁安教 温教 庆成教 火教等 其中 庆成教系庆祝庙宇的落成 而常与祈求平安的祁安教并行实施 合称祁安庆成教 教祭中也因此者居多 因凶荒尘温义流行 而祈祷平安温教以及渭水 火灾死者祈福的水教 火教 兜教少见 往往附属于其安庆成教仪式中举行 以教旗的天数分 则有一朝教 二旗教 三朝教 五朝教等 其中已长达五天的五旗教规模最为盛大 三朝教自知 但因仪式内容相当充实 媲美大教 且教义举行 故三朝教多被视为标准规模的关系 三 建教的时间 民间举行建教的时间 多集中于祭秋已至仲冬 也就是农历 十 十一月三个月 这时正好是传统农村社会收割后闲暇之期 过早则农价阵亡 无暇顾及 过持则新年降渐 有所不宜 这也可见 民间大祭典和生活的季节性之间的密切配合 四 建教的经费来源 建教的经费来源 可分为 斗登道分 与 丁口钱 两种 斗登设于道场内 其名目可多达数百个且分等级 重要的如天官首 地官首 水官首等 其中上有象征教育全体性图的 总斗登 一个 斗登 首分须按名目的等级 缴纳多寡不等的款额 由于信徒对斗登 由于信徒对斗登有着莫大的关切 在任捐时十分踊跃 真先恐后书成 以其神明降福 是未可靠的裁员 丁口钱则是向罪育内的信徒 不分男丁 女口 每人捐献小额金钱 以资建教费用 是沿用已久的筹款方式 五 建教活动 教计的进行由庙与管理委员会出面 总理一切事宜 称为安教局 最继时 教场须树登高 旨在对天神 地旨 孤魂野鬼等 名誓词词的特举行教计 登高通常立在庙前 阴阳分开 左边对天界神旨 右肝则对阴间幽灵 对神指的中央最高肝须悬天灯 树登高之后有放水灯 使寒冤落水或失足落水的愿鬼可借此分享教计 在教计期间 教育需全面素食净图 是场意境卖于新婚 教计最终日至当晚十二结束 既借禁忌才解除 义成 家家户户被妥申离 拜天宫 中午举行过火仪式 信众采过火堆 私薄无伤 以显示降服辟邪的神力 傍晚则家家户户被祭品普渡 到晚上普渡结束 家家户户大开庭席 宴请亲友 到午夜 游到世行 谢灯高 礼 将高竿拆除 教点才圆满结束 建教仪式结束后 供奉神位的政厅 一个月内谢绝外部进入参拜 保持圣堂洁净 唯恐受外人感染污秘之气 影响建教成果 建教的完成 不仅了常民众的心愿 带来心神上的安宁 而且 就古代的农村生活而言 还具有娱乐的效果 使民众在农房之余 得以欢乐一番 更促进人际之间的和睦 而在今日人际关系日趋深出冷漠的工商业社会中 若大家不铺张浪费 实意不失为一项有意义的交易活动 参考资料 http号号双斜线content.edu.tw-local-tino-conway-two-2.htm 中央双方 中央双方 今晚 stands